- 謝霆鋒談女友王妃 - 被王祖蘭夫妻套話高堂回答憲善人 - 来源- 北青王 - 在最新一期十二道风味中 - 谢霆鋒罕见谈到女友王妃 - 称自己在家会为对方做饭 - 还害羞表示只要是王妃下厨 - 自己什么菜都喜欢 - 此次王祖兰里亚南驻镇十二道风味 - 夫妻俩和齐伙来套路谢霆鋒 - 八卦恋爱甜蜜事 - 而谢霆鋒也忠于松口 - 当里亚南问 - 谢霆鋒会不会为女友王妃做饭时 - 谢霆鋒坦言 - 反正我在家一定是我做的 - 而谈到王妃的厨艺 - 谢霆鋒害羞微笑表示 - 只要女友下厨就什么菜都喜欢 - 高堂回答献杀众人 - 冯远征控诉中央芭蕾舞团 - 为过世岳父维权获网友力挺 - 来源 - 网易娱乐著名剧作家 - 红色娘子军编剧梁信 - 曾于15年起诉中央芭蕾舞团著作权侵权 - 当年5月18日 -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中央芭蕾舞团 - 赔偿良信经济损失人民币12万元 - 但两年多过去了 - 良信本人也已去世 - 中央芭蕾舞团却仍为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- 由于案件一直未得以执行 - 前不久良信夫人殷淑敏向法院提出申请 - 要求变更申请执行人 - 近日法院才定支持了殷淑敏的申请 - 作为女婿 - 冯远征更是忍无可忍 - 发文支持中央芭蕾舞团 - 又回 - 过 - 去两年多了 - 中央芭蕾舞团一直举步执行法院判决 - 我们多次申请强制执行 - 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直以排队为由拖延至今 - 这不符合中央依法治国的政策 - 这样的老赖早就应该上黑名单的 - 这样的老赖还逍遥法外 - 希望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让逝者早日安息 - 让两老早日明目 - 对此网友纷纷支持冯远征老师的维权行为 - 支持冯老师维权 - 分享 - 赞相关日读谢霆锋谈女友王妃 - 被王祖兰夫妻套话高堂回答献上人 - 来源 - 北京王 - 在最新一期十二道风味中 - 谢霆锋罕见谈到女友王妃 - 称自己在家会为对方做饭 - 还害羞表示只要是王妃下厨 - 自己什么菜都喜欢 - 此次王祖兰李亚男注镇十二道风味 - 夫妻俩和齐伙来套路谢霆锋 - 八卦恋爱甜蜜事 - 而谢霆锋也忠于松口 - 当李亚男问 - 谢霆锋会不会为女友王妃做饭时 - 谢霆锋坦言 - 反正我在家一定是我做的 - 而谈到王妃的厨艺 - 谢霆锋害羞微笑表示 - 只要女友下厨就什么菜都喜欢 - 高堂回答献杀众人 - 王俊凯 - 解忧杂货店表演无杂念 - 投入爆发戏导演 - 担心其手伤来源 - 风俊恩话 - 王俊凯 - 导演员标题 - 王俊凯 - 解忧杂货店表演无杂念 - 投入爆发戏导演 - 担心其受伤由著名作家东野 - 规武畅销小说改编 - 韩杰导演 - 韩寒担任艺术制导的同名电影 - 解忧杂货店 - 于昨日正式开启首战录演 - 影片中小波的饰演者王俊凯 - 和导演韩杰一同亮相 - 王俊凯与全国第一批观影影迷分享交流 - 希望大家看完电影可以得到温暖 - 对生活更充满自信 - 王俊凯介绍自己饰演的角色说道 - 小波在人生道路上成长 - 野心的姿态温暖了其他人 - 他是这个故事的发起者 - 也是发现时光秘密的人 - 小波追随着无名爷爷的精神 - 是一种传承 - 面对 - 接受现在的世界 - 然后帮别人解忧 - 帮自己解忧 - 背 - 问及对片中造型的想法 - 王俊凯他连表演时 - 不会特别在意外形 - 产生杂念 - 会破坏演戏的节奏 - 和人物的呈现 - 导演韩杰也对王俊凯 - 投入认真的表演 - 也给予好评 - 特别认真 - 思维缜密 - 进步非常大 - 呈现阶梯式的那种 - 王俊凯透露关于影片最后 - 小波的爆发戏 - 是自己与导演探讨沟通了表达方式 - 我觉得小波两次被抛弃之后 - 家园又有第三次被破坏 - 但他已经长大了 - 他想要保护这个家 - 他心里很压抑 - 就会有那种爆发 - 所以他的反应也会是比较激烈的 - 韩杰导演回忆到这场爆发力十足的表演时 - 也直言曾因王俊凯 - 太投入而担心他受伤 - 解忧杂货店讲述了有一家 - 只要写下烦恼投进牛奶箱 - 第二天就会收到回答的神秘杂货店 - 再模仿被三个身 - 在迷糊的年轻人无意闯入 - 没想到由此开启了时光隧道 - 在与过去不断来往的信件中连接的未来 - 而过去的人与现在的人 - 也都由此收获了自己想要的解答和崭新未来 - 本篇将于12月29日全国上映 - 返回搜狐 - 查看更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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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